放血注意 夏天比较适合 下肢容易出现淤血 静脉回流障碍 离心脏远 有重力 最好躺着放血 站着或者坐着 血量大 初次放血最好躺着 扎完以后不要立刻起来 躺一会儿 休息一下 喝点温开水 15分钟后慢慢起来 首次放血量应该少 尽忌 血有病 血小板问题 月经期 糖尿病人的下肢 贫血的人 血液有问题的人 虚症 凝血技能障碍 空腹 尽量都不要放血 放血量 放血量无严格标准 根据体质和疾病情况来决定 站着或者坐着的放血量大 如果体质胜 淤得重 病成9 年龄60岁以下 可以适度的超量放血 在100到300毫升 通常情况下 30到100毫升 参与有效 血容量是不会改变的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不要量太大 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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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0以内 如果要加量 就用止血带勒住关节处 放血部位的多少 取决于放血量 放血周期 体质一般 一般 一次30到100毫升 一个月2到3次 一次300到500毫升 一个月一次 微落放血 一周一次 根据血量来判断次血周期 放血前的准备 严格消毒 75%的酒精 擦一下 用干棉球擦干 医生戴好手套 保护好自己 工具要提前准备好 放血操作 针头的刃 与血管的纵行方向平行 鞋弹到里面 用的力量太大 针头会突破血管壁 10 血液往里渗 会鼓包 放血原则 先刺同侧 没有效果刺对侧 就近原则 同一区域原则 并造和预血点 在一条经脉上好 先选区 再找线 最后定点 再并造投影区放血 越近 效果越好 局部和远端相结合 有虚项 说明在某些地方 堵住了 纯虚的人是没有的 虚不受补的存在寒淤 寒主收益 气虚有血卖不通 越不越严重 找准关键点 微落放血 少量的放血 有兴奋作用 放血后的反应 正确刺血后 多为良性反应 好转起来 有的会持续性 浑身无力 昏昏沉沉 想睡就睡 三到五天会好转 有的会整天都很有精神 不烦躁 闭目养神 两到三天会好转 这是一个过渡期 因为疑难病 会形成一个平衡 放血是大破大力 打破平衡 内环境突然改变 建立新环境 会有反应 稍安勿躁 慢慢观察 慢性病 顽固病 需要这样 有时候会出现 弓病现象 有的疼痛会更重 要排除偶然现象 晕血 老是因紧张 或者怕血 或者量太大 像晕针一样 临床效果会突然改变 真的好 不如晕得巧 身体产生大破大力的重建 建立新的稳态 要辩证地看 一些临床现象 首先反省自己 有没有操作失误 放血的作用 对落脉 和对血的作用 刺激血管病 人为的失血 把血放出来 是一种刺激 输入一种信息 产生应急反应 结果很多病都好了 二 人为失血 通过动用全身的血液 循环系统 来应对弥补 对血管的刺激 会对身体特定部位 产生特异反应 会对内环境清理 活血化瘀 敌痰去瘀 高血脂 特别是代谢性疾病 高血脂 高血糖 动脉硬化 瘀血导致运行不利 产生代谢废物排布出去 筋血同源 三 去寒清热 中止微弱次血 上热下寒 清热离湿 大落 单独为湿热 消肿沥水 血不沥 则为水 寒伤血 热伤器 放血也是放寒 意思 对血管系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血管壁有植物神经 心理疾病 放血就好了 心主血脉 心藏神 放血可以治疗精神病 神志问题 把针在血管壁上留一会儿 轻轻碾转 对于内脏病有很明显的内在的气化反应 病在血刺血 病在脉次脉 对于异常形态的血管 血的不同颜色 血里有油花 提示有弹湿 有风 提示有泡沫 颜色暗 提示寒愈重 心主脉 刺激血脉 可以调理神志 治疗心理疾病 要有目的的刺血 有关系 才能找到东西 工具 为注射器针头 9号 A 大落刺血 先观察 判断要不要放血 有没有余血指针 定性 然后判断在哪个区域 找到形色异常的点放血 先大 后小 全面的层层剖析 定位 以一贯制的线索 酷 2 3 3 1 4 3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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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